金山竹影即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 远自湖北三千里进的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观不透 天园有份 话中有 好 几句惨词倒霸 咱们接演长篇评述三国演义 今天咱们说第二回 头一回咱们讲 雁桃园豪杰三结义 说书说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 说完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刘关张三人刚跪呢 刚进桃园 刚跪哪磕头 也有朋友听完头一回之后 特别是一个姓毛的小朋友 说这个 什么时候能说完 哎呀 再不说完开学了 我什么时候能说完 哎呀 我跟他说呀 我估计按我们这个说法啊 三百回不知道能不能说完 其实三百回我傻说了 因为什么三国演义这部书 一共是一百二十回 对 是吧 书里边一共是一百二十回 到末一回 祥孙号三分归一同 一百二十回 我头一回说了一小时十五分钟 我按这文字说 我说了一篇半 这里把第一回说完早上 是吧 三百回 六百回也行 但是呢 我想跟各位说呢 因为也有人讲 说这个在评书门里边说 叫不给书听 不给书听 说的慢 这个故事讲的续道 但其实呢 我想说第一呢 这就是我们北京评书的这个特点 北京评书啊 三分书七分评 众就众在评 说说书不评 先生无能 这书就算白说了 光讲这故事 拿行话讲 叫跑梁子 我上来刘关张三人跪地上咕咚咕咚磕头了 然后打黄金了 斩完黄金之后啊 董卓出来了 何进怎么着 董卓怎么着 咱 劳关了 咱们得上来就打 说这个 没有意思 是吧 必得把这里边的原由 谁跟谁 为什么打 怎么见上呢 里边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情感 咱们得把这个说清楚 来龙去脉吧 是吧 得把这说清楚 二一个呢 还不光是说北京评书的特点 就是说三国演绎这部书 因为这是天下奇书 天下名书 世人就看过的书 您要是说 您听我说三国 您就为了听我讲故事 那不可能 那 是吧 您电视剧也看过 老三国也看过 新三国也看过 网上这么多三国评书 不要钱的 是不是 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三国 现在不需要花几十块钱 上网一搜 有的是 是吧 是吧 出来了 免费的 这个电子版的 您一看 谁谁谁怎么出来的 谁谁谁怎么死的 您都知道 用不着听我这说 是吧 您听我们在这说 每一个说书先生 说的有不同版本的 不同风格的 不同流派的三国 就是他平的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三国呢 这部书呢 我们在这说书呢 没有暗口 上回我说 没有暗口 是吧 刘文章三人 兵刃一举和吕布 会站在虎牢关 要知胜败如何 咱们下规分解 抽我 谁不知道最后 谁不知道最后怎么着了 是吧 就给听了这点意思 是吧 所以呢 别着急 别着急 是吧 头一回 一个多小时 咱们出道 刘文章三人 终于在桃园里边 手撵着 这个乡竹 扑通扑通扑通 跪下了 是吧 拔拜结交 叩拜天地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上报国家 下安离树 您还得听这回慢慢说 您放心 今天准能站起来 上回哥仨跪下了 哥仨跪下 咱这个还得接着凭这个刘文章 这个三结役 因为什么呢 这三个人啊 是本书最主要的人物 刘文章三结役 本书 你要说书演 书扣在哪 就在这 这是一切的核心 就这哥仨 是吧 说刘文章 这三结役 可以说千古一败 这一败 哎呀 是吧 报国安邦 至慷慨 桃花也含笑 映记台 不光千古一败 千古奇绝 没有 您在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章回小说 所有的评书里边 您就看 像这么磕头 拜把兄弟的 没有 他奇绝在哪呢 头一个来说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您 您看其他所有张维基小说啊 所有的 这古典小说里边 但凡是结役 拜把兄弟 必有感情基础 咱哥几个在一块时间很长 先贡过事 先贡过事 是不是 比如说啊 你看咱们说几个比较著名的 这个有代表性的 以把兄弟为核心的 小说也好 评书也好 隋唐 是吧 隋唐这部书 又叫三六英雄 是吧 这个刚才说了 这位朋友 宁学桃源三结 一不学瓦刚一炉香 瓦刚一炉香 就隋唐吗 是吧 又叫三六英雄 也有叫黄脸 黄脸说秦琼 为什么叫三六英雄 贾家楼三十六友 结败 所以叫三六英雄 三十六个哥们跪地上 集体大磕头 说这三十六个 各自跟各自 都有感情基础吗 都认识了 那也不是 但是呢 他们串着 你比如说 秦琼跟 善雄信 有感情基础 卖个卖个马 是吧 人家阶级过 秦琼跟罗成 有感情基础 顾表亲 燕山罗毅 老爷子 是不是 跟秦琼的父亲 秦姨 他们俩的媳妇 是兄妹 人俩是亲戚 人俩是亲戚 是吧 秦琼跟程咬金 有感情基础 程咬金跟游俊达 有感情基础 所以呢 善雄信和罗成 没有感情基础 善雄信和罗俊达 就没什么关系 善雄信和游俊达 有关系 陆林道 对 身手武之令 全手要人命 是 是吧 这陆林道 但是善雄信跟罗成 不认识 咱是没关系 是吧 罗成跟陈小金 不认识 但是没关系 有黄莲 有秦琼 在这里边串着 我跟你认识 我跟他认识 咱在一块 我的朋友 你们俩最后也成朋友 咱仨 三十六个 最后哭腾腾 跪地人磕头 就是说呢 中间还是有这个技术 有主要人物 在这串着 这就跟游关章母一样 哥仨仨 谁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今天认识的 回来就拜把兄弟 说话拢共 没说三句万 是吧 这一说一哭 我乃汉史宗亲 向景记玄孙中山 敬王之后 这边就信了 某坡有家资 愿与公同举大事 是吧 一会喝着酒扑腾进来一个赤面常燃大汉 关云长进来了 张飞一拦 咱一块吧 这就干了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关键是这俩开始说的时候 还没关云长呢 这俩没有关云长 对 是不是 这是头一期 头一期 第二期 第二期 不光没有感情基础 听都没听过 我像不是 没听过 没有啊 没有 你不像你比如说啊 水浒 水浒传 是吧 那不认识的英雄 到处 有的是 但是一见面一说 江湖上有这么一号 基本上都是有这么一号 是吧 特别是这两个大哥 拖得天王朝盖 山东及时雨 胡宝义送江送功名 这一说扑腾就得跪定磕头 是吧 有那给送江都绑上了 一脚虎翁英 锦毛虎燕顺 是吧 不面郎君 郑天寿 给送江绑上了 拿出刀子来 要温馨啊 送江这一说 可惜我送江今日死在此处 哭腾跪地上 送江 大哥 人的名 树的影 对不对 有点名气啊 刘关正 谁 谁也没听说过谁 一汉史宗亲自封他 对 实际上是一卖草鞋的 是吧 一杀猪卖肉的 一个在自己这个老家 就河东谢良 现在运城 啥醒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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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啥醒 一个暗犯 杀了当地一豪强 是吧 欺负乡里人 宰了之后 出来逃难的 这仨帮碰一块 谁也没碰见 不光头一会碰见 头一会听 第二期 第三期 就这辈子 从一而住 你说又没有感情基础 彼此又从来没听说过对方 谁都没听过谁 这一个头磕在地上 一辈子 你就是我亲哥 我就是你亲弟 是吧 虽然说最后啊 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没有同年同月同日死 但是最后 那刘备为了万里江山 不要 我也得 给我这关张俩兄弟 报仇选 所以呢 这叫千古奇诀 千古一百 这刘关张仨人 不容易 这仨人绑的一块 这是本书的书演 刘关张仨人在这桃园里边 摆下香案 在这磕头 前边 有这神龛 里边也贡神 刘关张拜的谁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刘关张拜 杨角哀左不逃 战国是人 刘关张之前 都拜杨角哀左不逃 刘关张可不是世界上 不是中国第一个 这结靶兄弟 那是 但凡刘关张之前 拜靶兄弟的 自战国之后 都拜杨角哀左不逃 是吧 杨角哀左不逃 这兄弟 过命的兄弟 是 是吧 这左伯陶 是哪人 西枪人 西枪人 年四十 有旷世之才 非常有才语 听说谁 听说 楚元王 昭贤那是 千里偷楚 打西枪 奔楚国 走到路上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到晚上了 想要投诉的时候 看前面点点星光 仿佛有草舍一间 奔着这个星光往那走 哎 一看果然是有一间毛屋 摘耳一听 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当 弹剑作歌 当了一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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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一听 左不逃一听 好 这是高人 一敲门 爬一开门 出了一个年轻人 说我姓左 名伯陶 我西枪人 我奔楚国去 我在这儿呢 野店荒村 我想投诉一宿 还可以 没问题 让进来 哎 围着火炉 这么一坐 俩人一聊 这个年轻人 姓杨 名角哀 杨角哀 父母早丧 是孤身一人 俩人 丙竹夜谭啊 年轻人碰上 好朋友 丙竹夜谭 就夜谭天下大事 左伯陶这么一聊 杨角哀 接着这么一聊 左伯陶一听 大财啊 兄弟 天下七国纷争 这些事 你都知道啊 如在掌握之中啊 兄弟 你可是大财 我看你一个人啊 在这儿 也没什么意思 大丈夫 抱济世之财 何苦空老于林泉之下 不如兄弟你 跟哥哥我 咱俩一块奔楚国 我听说了楚元王 招贤那是 凭你这才学 我说实在的 在哥哥我之上 咱们到楚国 必得重用 杨角哀 一听 好啊 哥哥 我在这 我反正自个儿一人 我白天就出去捧地去 是吧 我也没啥事 今天跟哥哥一聊 咱们俩真是相见恨晚 咱们俩呀 八拜结交 拜为异性兄弟 明天呀 我瘦瘦包跟哥哥你出门 咱们就一块投储 俩人出来 第二天一块出房 那千里投储 再走 走啊走啊 天气转凉 走到大凉山下 大雪纷飞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百里之内荒无人烟 寒风这么一走 坏了 左伯陶啊 病 伤寒四十多 伤寒了 那时候四十多 算大 四十多 而且没有药 那时候伤寒是大病 越走越不行 就感觉是身体渐渐沉重 觉得自己要完 走到大山里边 哎呀 左伯陶跟杨角外说 兄 我这喘不上来气 我看着呀 我要完 我要不行了 咱们俩呀 要是一块去 咱们俩呀 都走不出这片深山 大雪纷飞 咱俩都死山里了 这么着 我呀 把身上这衣裳脱下来给你 你一人穿两件军的衣 我把 都是里头 这干粮 还有水 我都给你 你呀 一人穿俩人衣裳 拿俩人的干粮和水 你准能走出去 你年轻 哥哥我不去了 哥哥我腐着了 杨角外说 那不行 杨角外放声打哭 我不行 咱们俩一个头磕在地上 就跟一奶同胞一样 虽然咱们异性 但亲如兄弟 有我必得有你 我出去 你必得跟我一块出去 不行 怎么说不行 周伯涛说了 说咱们今天晚上啊 也就在这儿了 你看这个地儿啊 这个地儿 大树之下 找到一棵大树之下 有山石庇护 说在这儿 哥哥我在这儿 歇一会儿 我实在走不动了 你呢 你看看你能不能找一些 稍微干一点的石头 回来钻一钻啊 咱们弄个火 取取暖 杨角外说 我好像哥哥您就 您就在这歇着 背风的地方 您歇着 我出去 我找木头 等杨角埃出去 找了这个木头 回来 抱几根大木头 回来一瞅 这是一棵大桑树 这桑树刚才没细看 现在看真正 这桑树啊 一棵死的树 哎 怎么死呢 里边砸已经没了 就剩外边这壳 壳还在砸没了 空心 空心桑树 只见左拨桃 一丝不挂 身上全脱了 把衣裳脱完了 叠好了 搁在面前 这石头上 盘腿坐于这枯桑之中 往里一坐 浑身几乎已经僵硬 没有血色 哎呀 哥哥 扑通通往这一跪 哥哥你干嘛呀 左拨桃气已若犹斯 说兄弟 我呀 刚才跟你说了 我肯定是走不出去 你不同意 咱俩都得说 你呀 这回就一哥哥 我看见没有衣服 也给你脱了 甘蓝河水在那 给你放好了 你自己烧火取暖 把哥哥的衣裳穿上 以后你一个人 就是咱兄弟两个人 你一个人的功名富贵 就是咱兄弟两个人的功名富贵 你走出这片大山 到了楚国 将来你高官得作 骏马得起 你必能有一番的成就 哥哥我走不动 就到这 杨脚爱一看 没有办法 确实是没有办法 左拨桃已经浑身僵硬 甚至都发紫了 这人也救不回来了 何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 再一次放声大哭 跪在地上抱着左拨桃 扑通扑通扑通 给左拨桃磕了仨头 左拨桃就冻死在哭丧之中 给自己找一地方 杨脚爱两件军队这么一穿 把左拨桃那件也穿上 拿着左拨桃的这干粮和水 就走出大良山 就来到楚国 非止一日 路上不说了 到了楚国 见了楚元王 一说自己的治国方略 果然天下大才 楚元王很高兴 封了杨脚爱一个钟大夫 杨脚爱说 歹王我这儿呢 还有一个请求 从我钟大夫 很满足 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有一结义的哥哥 他叫左拨桃 路上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哥哥可以说为我而死 没有我哥哥我到不了楚 您看看能不能 给我哥哥修庙宇造金身 给他修个庙 这样我也算对得起我哥哥 楚元王一清 你哥哥左拨桃天下一意识 不得了啊 为了你自己死在哭丧之中 好我准你 披银子拨款 来 杨脚爱给左拨桃修了墓 修了金身有庙宇 很开心 很高兴觉得这回 我对得起我哥哥修完了 这庙有了香火了 杨脚爱高兴踏实 恢复睡觉 睡着睡着 夜里就看左拨桃 劈头散发而来 到床前了 一拍兄弟兄弟 睁眼一看又哥哥 你来了 怎么这么惨啊 劈头散发 跟人打了一顿一样 脸上乌青 我给你修庙宇 素金身 你在庙里边受万年香火呀 你今日为神 你怎么这样 不知道 这个地儿 它有个庙 庙后边有个碑 这个碑底下 埋着谁呀 埋着一个刺客 这个人叫荆轲 荆轲这个人太凶 荆轲刺秦 这荆轲 荆轲这个人太凶 太凶恶了 他说呀 你给我修这庙宇 挡了他的风水 以后他风水不灵了 带了他的这武士 神兵鬼将 过来 把我好一顿的胖揍 哎呀 说让我来找你 赶紧啊 给这庙啊 拆了 换地儿给他修 要不然啊 扒开我的坟墓 他让我博古现天 好凶恶的荆轲呀 我惹不起呀 坐骨头说完 走了 羊脚爱 敬请 听这事好 竟然有这种事 我哥哥在地下被人欺负 那哪行啊 第二天找人 扎这纸人纸马 神兵鬼将 扎三千纸人纸马 神兵鬼将 各持兵刃 服于左伯陶 这个墓前墓后 说哥哥 这 荆轲要再来 再带神兵鬼将过来 再来欺负你 咱不怕 咱们也有神兵鬼将 给你扎这么多人 三千兵马 够你使了 看看行不行 羊脚爱 回府睡觉 夜里睡着 担心 左伯陶又来了 又来了 兄弟醒醒 你看 我怎么着 这边五眼清 没打过 昨天是这边 这边是这边 哥哥怎么了 他无过呀 兄弟 你虽然给我布了神兵鬼将 不是那荆轲对手 那荆轲实在英勇 加上会妖术 会审法 无人可敌 又把我们打一顿 我劝你的兄弟 咱们算了 咱们别吃这眼前 你说真给哥哥 这木给绝了 白骨献天 哥哥都没法投生了 坠入六道轮回 是吧 哥哥以后没法弄 兄弟咱们啊 咱们不跟他叫这个劲 打不过 躲吧 哥哥我不想跟他叫这个劲 兄弟你也别跟他叫这个劲 干脆你就给我这个 这个木起出来 咱们换地儿 杨角爱说那哪行啊 哥哥 啊 你这灵就已经入土再起出来 没有这么干的呀 哪能这样 说那怎么办 兄弟行了 哥哥你甭管了 左伯涛走 杨角爱第二天 行吧 好 见楚元王 跟楚元王说 跪在地上 大王 大王对我恩重如山 到了楚国 跟您一谈我既是方略 随风为中代 给我修建府地 对我很好 包括给我哥哥左伯涛 修妙于造今生 对我们哥俩确实是真好 无奈有意解 沉下我确实是放不下我哥哥 臣恐怕今生 不知是否还能侍奉戴王 楚王一听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要干嘛 再问不说 杨角爱走 回着府中提宝剑拔剑自吻 自杀了 再来一看抹脖子了 这人没了 哎呀 府中哭成一团啊 赶紧汇报楚元王 杨大人死了 没了 自杀了 这怎么了 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事业之间 就说这天夜里 荒郊野地 这边有荆轲墓 这边是左伯涛的墓 指纹啊 喊声震天杀声不绝 鱼儿数十里之内都听见 神兵鬼将兵器磕碰 是什么 不知道谁打 电闪雷鸣 第二天早上 老百姓起来一看 火 荆轲这墓和前面这庙 一围平地 庙碎了 这墓碑飞了 白骨遍地都是 周围啊 数十棵大树是连根拔起 把荆轲这墓给炸了 这叫杨脚碍舍命全交 这位是烧啥火箭筒一块下 好 反正啊 带着迫击炮去 是 自杀了 到阴间和左波涛一块 兄弟俩二打一 斗地主了 二打一 给这荆轲墓给炸 够厉害的 那秦王见了 金科还绕住 是啊 给金科炸白骨献天 这杨脚碍 左波涛 所以呢 刘关张 哥儿仨 拜这神龛 得拜杨脚碍 左波涛 打杨脚碍 左波涛之后 后世 再拜把兄弟 那就拜 这三一码就这样 三一码 拜的就是刘关张 就是说刘关张 比杨脚碍 左波涛 高 历史地位 比他高 是吧 杨脚碍 左波涛 就是过命兄弟 但刘关张 这历史地位 比他高 高到哪呢 不高在多一个人 不是吗 不是三比二吗 不是三比二 这是 杨脚碍 左波涛 这叫兄弟 兄弟情 我说我可以为你死 你可以为我死 咱俩过命的交情 可舍命全交 再往上 从兄弟再往上 这叫知音 各位听 听 咱们今儿就批这刘关张 是吧 哥尔萨三结一 从朋友到兄弟 兄弟再往上 这知音 兄弟讲的是感情 死可以 知音是什么 知音说的是 我懂你 我不止可以为你死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懂你 是 你懂我 这就比这个 比兄弟 又高 又高一 level 是吧 说这知音是谁 知音就是余伯牙 钟子齐 余伯牙跟这一弹琴 钟子齐 说你知道我谈的是什么 威威乎高山 汤汤乎流水 当然说是史书里边写 史书里边呢 史书里边呢 写的 写的过于简单 要听余伯牙 钟子齐啊 要不然说 我们说这艺术相通 你要说听评书 特别是向我们说书 必须听戏 说书的都得听戏 说书的更接近戏 不是更接近史实啊 跟各位说 说书唱戏 全是帮我 听戏 小曲都得听 余伯牙 钟子齐 讲这段故事 讲这哥俩之音 最好的 京云大鼓 京云大鼓 有一位名家 小财武 洛玉生先生 不知道 咱们这里边 跟我一般仿佛年纪的 应该都知道 都清楚 千里刀光影 愁恨 恩然 京云 四十同堂 可以 是不是 小财武 洛玉生先生 唱这四十同堂 人家还唱过什么 紫棋听琴 这些的 洛玉生先生 唱这紫棋听琴 唱的好 他讲的是什么呢 说 余伯牙 姓余明睿 自伯牙 他是 他是进臣 去拜 储君 晋国的臣子 出差了 上楚国 参拜楚王 参拜完了之后 谈完国事 回晋的路上 成一大船 沿长江而下 两边是山石高耸 这时候日暮西沉 星光点点 一轮明月 仿佛要月上中天 这月亮还没上了 上的一半 这边这个日光 还没完全下去 就在这会儿 余伯牙一看 这风景太好了 长江之上 晚风袭来 兴致大发 拿出三尺 邀请余伯牙大音乐家 会弹琴 这一弹 长江之歌 奔勇吧 后浪 你从雪山走来 一弹这琴 挡了一个挡 挡了一个挡 我就回来找 挡了一个挡 那是山洞的 一辅这摇琴 辅着辅着 本 舍一根 哎呦 辅着摇琴呢 突然之间舍一根 哎呀 薄牙说 这野殿荒村 难道说 有什么奇人 哎 那会儿人都信这个 信这个 我这闲断一根 野殿荒村 难道有奇人 来来来 顺州靠岸 哎 兵族们与我 岸上去搜寻 看看野殿荒村 是否有奇人 兵族们 下山这么一搜 茂林深处就找出来 这么一位乔工 拿着斧子 正砍柴呢 嗯 找半天就这么一位乔工 把乔工请上船 说方圆啊 都搜遍了 都找遍了 就有这么一位乔子 他在岸上砍柴 哦 薄牙说 你这乔子啊 你看 日光西斜 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还不回家 你再此作甚呢 乔子说呀 说我就是这附近的乔人 我姓钟 名字七 家有老母 按说呢 我是应该回家 侍奉母亲 只是刚才啊 欲走之时 听得江上 秦音缭绕 不禁神网 故而 我是在那树下 听秦 薄牙一听 薄牙不乐意 薄牙说 山村野殿 你一个乔子 你也敢说 你也敢说 这听秦二字吗 看不起人家劳动人 我文人是代 我辅这摇秦 你懂吗 是吧 你能懂这个 难道说 难道说 这摇秦 你也懂几分 紫棋说 不敢 自幼习秦 我懂几分 真往上挺啊 自幼习秦 我确实我 我懂着 挺不卑不客 薄牙说 既如此 乔子 这摇秦 我且来将你问 渐渐庄庄都说对 我就认乔子 你是知音 我问你啊 这摇秦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问题 我来问你 你可知 此秦 是什么人 刘德夏 流落到何处 他为何 叫姚秦 造此秦 当用什么墓 什么人 造就了这张秦 紫棋说呀 琢磨此秦 本是福西事 流落到姚池 他因此上 叫姚秦 造此秦 当用梧桐墓 上节清 下节魂 我取中节 清魂两相云 有一位魁首的墓将 叫刘紫棋 他亲手打造这张秦 薄牙说 你可知 此秦什么人福得好 福到何处 他会何人 什么人 因此秦丧了命 什么人 因此秦 骂过何人 紫棋说 此秦 文王福得好 福到妙处 他常常会先人 文王世子 薄一考 也曾以此秦 毁骂过昼君 那达基女 定下一条 阴毒计 周文王 十字绕 世子是命归阴 薄牙说 你可知 此秦 前方宽几寸 后窄几寸 按何分 蛇文岁 按着什么阴阳造 此秦 共和 是几尺几寸 零几分 紫棋说 此秦 前方宽八寸 后窄四寸 按四季分 蛇文岁 按周天八卦 阴阳造 共和 是三尺六寸 零一分 薄牙说 你可知 什么人好德 什么人好战 此秦 共有 贤几根 紫棋说 本王好德 武王好战 此秦 共有 贤七根 韵透 九霄 鸾凤远 殷传 山海 龙虎音 宇宙 条丝 京心腹 姚齿雅 运他 半斯文 哎呀 伯长说道 乔子 乔子 渐渐 庄庄 全说对 我最后 还有这一问 你是才 听我在江上 辅那一曲 你可知 我以何 作的提文呢 我这首曲子 我弹的是什么呀 紫棋说 孔仲泥 探岩回 才高命短 大人呢 你以那月光秋水做的提文 伯牙福长大笑啊 乔子啊 乔子 未料到 野店荒村 有其人 今日里 我在这儿 遇见你 这之音 来来来 你我对天 行八拜 从今后 不对之音 我不辅这遥秦 俩人八拜结交 哎 紫棋回家 伯牙回进 三年之后 伯牙是重访 处地到这儿 寻访紫棋 找不着人 有人说紫棋 已经是染病而亡固 伯牙心痛欲碎 就摔碎了这三尺遥秦 所谓就谢知音 这是这个 小财武 骆玉生先生 高山流水 与知音 讲的余伯牙 中子期的故事 这叫知音 我这一谈 你知道我谈的是什么 所以知音 又比兄弟 又高一级 是吧 所以刘关张 他为什么 他比 这个 杨角爱左波桃 他高 知音比兄弟高 他又比知音高 为什么呢 这俩人啊 这仨人啊 还不光是 什么呢 你是主 我是臣 有多少主臣 将来有万里江山 就反了目 我翻了脸 太多了呀 是不是 这仨还是主臣 所以到后来 到后来 各位 曹操 攻下徐州 刘备张飞都跑了 关云城 魏宝二黄嫂 进曹营十二年 曹操对关于好不好 三日小宴 五日大宴 上马提金 下马赠银 给多少美女 给多少钱 是不是 赠赤兔烟之马 最后关于老是不为所动 曹操急了 是 是吧 书里有 有这么一段 曹操急了 曹操 找张辽啊 说文远 吞吐山约三世 你去跟他聊的 你不说 刘备带 他不就恩后吗 我对他还不后吗 是不是 他死活帮不了 他大哥呀 这怎么办啊 你再跟我聊聊去 张辽去了 到了云长湖里边 是吧 跟关公俩人往这一坐 张辽拿这画 套关公 一聊 张辽怎么说 张辽坐下 云长兄 是吧 来的许昌 好些年了 咱们兄弟俩 天天在一会儿 是不是 咱们兄弟俩 交情也不来 关羽在曹营 结了俩好朋友 一张辽 一许货 其中张辽最后 跟关羽最后 咱们俩也好几天了 云长兄 你来讲一讲 你与我 之交 比你 与玄德公之交 如何 如何 咱俩比玄德 跟你 你们哥仨 桃园 结拜 如何 关羽长 酒杯 往桌子上 一个 文元 你诧异 文元 你这话 说的不对 我与文元 朋友之交 咱们俩是好朋友 是吧 好哥们 确实关系不错 我与文元 朋友之交 我与玄德 朋友 而兄弟 兄弟 而知音 知音 而主臣 如何相比 张辽 已经多一句话 没有 默然不 我也跟曹道说 丞相 咱没戏 是吧 咱没戏 所以刘关张 哥尔萨 这一个头刻的地上 这叫千古一败 是千古的奇诀 各位 刘关张 桃园三结义 今天又说四十分钟 哥尔萨 叩拜天地 战起身来 从今儿开始 哥尔萨亲兄弟 张飞 变散家资 张飞把家里钱拿出来 到卓军 到村里边 远近各乡 聚集相拥 我有钱 张飞说了 某坡有家资 我有钱 刘备没钱 关羽没钱 我有钱 聚集相拥 来的给钱管饭 力聚三百余人 来了三百多人 这三百多人在这听 刘关张仨人 三百多人坐着 刘关张仨人在这一战 讲 把我们这个志向 上报国家 下安离数 扫灭黄金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大伙在桃源之中痛饮 聚集三百余人 咱们就成立一股 小小的势力 哎 转过天来 刘关张往这一坐 刘备说了 这个现在来了三百多人 是吧 可是呢 你说咱们弄了一个队伍啊 咱们没有马 阿批 是不是 易德你 你家里边 我说在我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 是不是 反正靠你这个 这个家资 咱们拒三百多人了 但是咱们没有把 阿批 没马 没有兵刃 这怎么能够上阵打仗呢 张飞说 那我这家资就这些了 我这养三百多人 我平时养三十人 我这会养三百人了 玩了命了已经 这怎么办 正在忧虑之间 有人从外边说 城里进来 一大拨伤人 好多好多马 后边拉着好多好多车 从这城里过 赶紧赶紧那请进来 张飞出去 找人给请进来 一聊一打听 两个领头的 这俩人 中山大商 广东来 中山大商 上北边 卖卡 碰见黄金 阻路 过不去了 往回溜达 一个叫张世平 一个叫苏霜 请进庄院 这么一聊 刘备过来 拔横打鼻梁 哎呀 各位 认识我吗 我 汉石宗亲 孝景帝玄孙 中山景王之后 请留明辈子玄德 我有志向 啊 我们哥仨 想上报国家 下岸离树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支队伍 可惜我们没有马 哎 也没有兵刃 哎 看各位来了啊 这个 哪屁都是不破 都是好 两马 战马 是不是 哎 张世平 苏霜 痛快 因为什么呢 这个马呢 如果这一方卖不过去 拿回去还得吃草料 哎 而且呢 也为刘关章三人这个志向 壮志所感动 而且一看 我刘备 汉石宗亲啊 冒搏神清 说话的时候啊 说的跟真的是 哎 汉石宗亲 张世平 苏霜 送了刘备 关羽张飞 五十匹战马 这次二约融资 第二轮 来了 五十匹战马 可没要股份 送完就走 五十匹战马 五百两黄金 哦 还有还几钱了 一千斤 冰铁 哎呦 全是这马队里边的 哎 带着的 大散家财啊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哥三 好好干 啊 好好干 将来真有一天 组建了一个大公司 上了市了 别忘了 到时候我们回来找你 没上市就算了 玩去吧 玩去吧 玩赔了 做我的 刘备高兴了 正在款待张士平 苏霜 送走这个大商的队伍 来 拿这五百两黄金 再到附近招募 湘勇又来二百多人 有钱了 这回 这回不一样了 摇身一变 是吧 走人而赴 转眼赴家步 哎 当兵的 湘勇来当兵 就忍着了 我来这 最低限度 我得有饭吃 拿钱吃饭吧 是不是 拿钱吃饭 很正常 又招两百多人 聚集了五百人的队伍 一千斤冰铁 打造冰刃 哥尔萨打造冰刃 刘备 打雌雄 双骨剑 打两把宝剑 说怎么不打一好点的 不打一厉害点的 不会实 雌雄双骨剑 是吧 张飞 打造杖八蛇毛点钢枪 关于郭云昌 打八十二斤青龙燕月刀 又叫冷燕剧 哥尔萨各持兵刃 就训练相拥 非之一日 说这个刘备 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 一个二十八岁的 卖草鞋 卖草席子的 是吧 一座小买买的 一杀猪卖肉的 这仨到一块 他们知道怎么训练兵足吗 反正人家练了 就知道 原文上没写 反正人家练了 是吧 刘备少 游学 咱们讲话 是吧 这个任 北中郎将 卢职 威师 想必是学了一些个 一些个 兵书战斗 套律 是吧 非之一日训练相拥 集成一支队伍 觉得训练的差不多成型了 率领这支队伍 哥仨各自上马 首提兵刃 五百多人的队伍 其中五十人的 这骑兵 就出卓郡前往游州 来偷兵 那就是 从 这个 卓郡 卓州 卓州 出来进北京了 奔北京来了 是吧 到北京 你看 招贤绑门 招兵绑门 其实也没走多远 往上 往上这么一报 小位 邹靖 出来了 邹靖贴的这个 招兵绑门 他负责 宪官宪管 我一看 这拨人不一样 也有 来偷军的 来偷军都是一个一个 撒瓜家岛 撒瓜家岛 一个一个 两三个 三五一群 这么来 这来了一支队伍 五百多人 自带体系 为首这三个人 我看着相貌不凡 各持兵人 坐在马上 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虽然说呀 并没有顶亏冠甲 照袍树带 但是看上去 气宇非凡 哎呀 这个邹靖 赶紧就比较殷勤 是吧 哥仨一下马 邹靖过来一叙谈 三位这是怎么回事 刘靖上来 刘备上来 我说了 这个您是 好 邹小伟 是吧 我 我刘备 姓刘明被自权德 我乃韩世 哎呦我来了 孝景地权尊重 神经五十 高速到我这 二十一 二十一 这是我两个 结义兄弟 关羽和张飞 我们过来偷军 哎 邹靖一听 好家伙太厉害了 来五百多人 没有这么来的啊 各位稍等 我现在就进去 禀报太守 禀报幽州太守 刘燕 刘燕坐在堂上一听 怎么着来的一支队伍 为首有三元大将 看着气宇不凡 太好了 赶紧带我出营 太守出来 亲自出来 哎 那毕竟跟普通人投军不同 是吧 一出来一看 果然这三个人啊 面有异象啊 各自长得跟普通人 不特一样 是不是 过来这么一须才 怎么着 这位 小刘 哎 小刘 刚才我听我们这个邹校伟讲了 汉世宗亲 我乃汉世宗亲 怎么论啊 小景地玄孙 中山静王之后 这个 我祖 刘兄 我父 刘洪 在网上 我们有家谱 我跟你这一报 嘿 刘彦一听 刘彦说 我也还是封钱 我这是真的 我没说你那是假的 我这是真的 我太守了 刘家门的呀 皇帝封的呀 刘家门的 那当初封的吗 是吧 我呢 我呢 往上算的 打高祖 高祖斩博蛇起义 打高祖这算的我这 20 嘿 刘彦本来岁数也不小 五六十这人了 哎 刘彦说呢 我21倍 我21倍 我比你小一倍 哼 贤侄 嘿 哎呀 双手往前一探 握住了刘彦的手 就不擦手了 贤侄啊 你可来了 哎呀 天底下一笔 写不出俩留字了 甭说五百年前 现在咱们俩也是一家呀 你看看你这俩兄弟 多么的英勇 后边带了五百个相拥 是不是啊 我们啊 镇守幽州啊 我就需要你这样的英雄好汉 太好了 贤侄啊 叫他这亲 贤侄啊 我有个儿子叫刘彰 刘彦这辈子 头一回听说刘彦 是在这 到后来 刘彦 一周千里的江山上 刘彦夺 这是后文书 嗯 是不是 我有个儿子叫刘彦 跟你是仿佛的年纪 你们俩可以多亲多近 我这儿子犬子不成器 看着 没有你这么拉风 没有你这么帅 哎呀 贤侄 握住了刘彦的手 来来来 与我 恢复 这就判了亲切了 啊 道德堂上 哎 赶紧是准备宴席 款待刘关章三人 哎 好吃好喝 贤侄长 贤侄短 贤侄家中还有何人啊 父亲早丧 只有一母 哎呀 贤侄 是吧 这个母亲就是我大姐呀 我大姐哪不知道怎么样啊 家里边什么情况啊 啊 需不需要送点什么 这个吃喝用度啊 啊 别跟我客气呀 这都好说呀 贤侄 哎 到这儿啊 就当自己家一样 是不是 哎 千万不要跟我见外 没想到啊 在这儿认这么一叔父 还挺亲啊 酒席宴间 正喝着呢 正高兴 闲职长 闲职短 正叫着呢 腾腾腾腾腾 小校跑进来 扑通往这一跪 抬手大事不好 怎么着 何事惊慌 现有黄金贼五万啊 是奔我幽州而来 打巨鹿 打张家狗 杀奔 杀奔幽州 奔这儿来了 哎呀 五万彻底连天啊 五万兵马 贼重势大 请太守快快派将抵抗 哦 黄金贼 已经临近我幽州 来兵多少 你带怎讲 多人 五万人 哦 贤侄 你看刘备 贤侄 你方到幽州 可愿率你 这两位结义兄弟 替叔父我 走一遭 去破那贼重吗 能不能去破这黄金 刘备 愤人而起 末将愿望啊 愿意去 好好好 先知 来 你呀 就带你本部兵 五百前去如何呀 嘿 是啊 刘备一听 闲职长 前职短 外边拉着我手进来的 啊 大人 你这么玩 我可听见了 黄金贼多万 五万兵 我带这五百相拥来 你给我点啊 是啊 你问我 可就带你这五百相拥 前往聚敌 如何呀 这个三国这部书要说写的好 就在这 你要光看书 他没我这么强调 但是他字里 行间就在文字上 刘燕 命玄德 将本部 五百兵 营兵 这原文 我看到这 真的是人吗 这都姓刘 闲职长 闲职短 你有没有这么干的 是吧 能不能这么干 刘备左看看官公 右看看义德 兄弟俩各有不平之色 刘备一咬牙 末将愿望 让我带五百兵 我就带五百兵 天地间一股英雄气 刘备是个人物 各位 咱们这说这 有时候咱们开俩玩笑 大骗子 是吧 不是那个人物 到最后不能一朝人亡地主 天下三分 有人就一分 是个人物 是好样的 是吧 云长义德 随我迎敌 出来点七人马 五百兵 等着 等着 五百兵也有头啊 大哥 什么情况 来了就打去 刚吃完 这外边的兵也是刚吃完 现在就打去 打去 他以后让咱们出战 对方多少人不知道 怕吓着他们 没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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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率五百兵出行 是直奔黄金营机 这行至大兴山下 一片大兴山 大兴山 行至大兴山下 就现在黄兔这块 就这块 我琢磨呢 叫大兴山 大兴山 大兴山 不在大兴吗 放眼望去 守大梁 黄子密宠 哎呀 一妈妈 黄虫一门 铺天盖地 卷地而来 呼 一夜留被回头再看看 大家就 我一个一个都被人 我都数出来 都都点了名 呐喊而来 哎呀 全是不必 没有吗 这个黄金军农民起义 没有吗 不能在家里骑牛来 哎 各自投抹黄金 身上都是短衣襟 小打扮 种地的衣裳 哎 也没有亏凯甲咒 手里边各式兵刃 但有一样 不是刀枪剑戟 全是奔枣腐具 哎 拿什么都有 哎 奔枣腐具拐子 镰刀 是吧 赶面杖 为首有两员大将 坐的马上 哎 还是有骑马 为首有两员大将 坐的马上 哎 有人打着旗号 刘备回顾云长 亦得二弟 这场杀 各位 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的遭殃 咱们要是挡着呀 来踩吧 咱们踩死 没法打 二弟 哪一个愿上前去取 那泽将的手机 打人先打马 擒贼 擒擒王 某家愿王 张颖 杖拔蛇 王启一台 双足一点 邓 邓科飞舞颤 乌追马 马往前窜 是够奔将长 顺着山坡 就杀下了 张飞身后 一十八级 这叫烟云十八级 从来都是张飞家里边 养的相拥 跟张飞是最亲 跟张飞 打这坡 黄金贼 立住阵脚 说黄金贼怎么不往上冲 黄金军怎么不往上慢 五百兵 人那五万兵 过来真是 黄金军过来 脑袋一伸 一个一个伸着脑袋 让你拿刀剁 你五百兵 一个人得多一百人 你得剁多半年 往上一冲 有你这个 水漫了金山 农民起义军 魏京训练 如果说训练有素 别闹 那怎么可能呢 魏京训练 就是集结起来 有点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声势颇大 往上这么一冲 州府望风而逃 州府的兵将 兵将根本不敢打 就跑了 你听人数就下了 对 黄金军到哪儿 不战而克 再往前一走 我一看前边 真有一只部队 有一只军马 邦官怎么着 前面有马军 马军上面 这些兵族 身上有铠甲 掌中有兵刃 你说练了没两天 那好歹也经过一顶训练 是吧 也有一定阵势 黄金军立柱阵脚 没再往前 为首的两员大将 领头的大将 叫程远志 手底下副将 叫邓茂 对 程远志 一看 来一黑脸大将 乌金亏 乌金甲 乌追马 掌中蛇毛 一指邓茂 邓茂将军 还不速去迎敌 得令啊 邓茂 马往前窜 和掌中 大刀 迎战掌飞 过来 大刀往下一落 张飞 举火烧天 蛇毛往上一颗 哒 邓茂这刀就飞了 拿不住 拿不住 两臂酸麻 张飞 蛇毛往前一地 正在耿嗓 咽喉 就穿进去了 前把一台 后把一啊 扑通通 死尸 栽倒在地 战马 落荒而走 一个回合 邓茂完了 哎呀 程远志一看 第一枪 厉害呀 这怎么办 我是上 还是不是上 我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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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看着呢 五万人呢 五万人啊 五万人瞅着我 我上 我上 我打不过他呀 我跟他结局一样 看着好厉害呀 正犹豫之际 后边就听一声大鹤 关公一声断鹤呀 一得烧些片刻 带二哥也来建一宫 坐下黄雕马 马往前窜 直奔江场 青龙刀兜起来 如风四殿 就到了程远志的进前 程远志 拿掌中刀 还想招架 招架什么呀 呜 这一刀下来 斜肩带背 连人带马 卡 就劈成两段 招架都没招架 就死在这 一回合都没 一个回合没过 半个回合 刀劈成远志 好家伙 黄金贼一看 妈的妈 我的姥姥 这俩人太厉害了 五万人 四散奔逃 回家种地了 这一刀 玄德在后边一看 确实没有占留力 真是中逼 马往前代 把双骨剑 空中一举 口中高叫 说主谋已死 携从不办 如有愿意投降者 可以当兵吃粮 高声断鹤 这么一嗓子 有人跑的慢 黄金贼跑的慢 后边这些人 一听怎么着 这边 也能当兵 也给饭吃 也给饭吃 行啊 哪给饭 跟谁啊 这还是官军呢 一转身扑通通 跪一片 嘿 嘿 关章是连斩二将 刘玄德是五百破五万 英雄露影在今朝 一是毛来 一是刀 出出便将威力斩三分毫把 那姓鸣彪 收降贼众数千 其他的跑了 刘备带人马 哎 定自己五百兵 五百兵动都没动 一看大伙全胜 这仗打得太容易了 这活好干呀 太容易了 给咱们记忆功 好像一等功 太厉害了 灰转忧 刘备 一出忧伤 刘彦 跟这邹静说 出去了 带五百兵出去了 关城门 别人要回来了 关城门 这一会儿黄金贼 五万人咋打 给这五百兵不踩死 踩死来了 到这咱们赶紧 关上城门 伸勾勾勒 咱们准备好 挥平炮瓷 滚过雷石 咱们在这城上 咱们射他们 别紧来 守护舵口 远远的看 远远的看 一支队伍越来越近 看这七号 汉家七号 前面兵丁各批 窥开甲州 后边几千人 怎么人都 为首三元将 正是刘关张三人 刚才出现的时候 不几百人吗 回来几千人了 你看 已经到了城下了 刘备昌上面一招过 说太守开城了 太守开城 招响 贼众数千 黄金贼 也被我所破 两元将 被我二弟所斩 俩弟弟 载两元大将 哎呀 吊桥放下 城门大开 刘烟跑着出来的 跑出来 贤侄 亲侄子 贤侄 哎呀呀 快快与我回城 立下大功一见 我就知道贤侄 你是英雄 为啥不给你人呢 给你人 想不出来 你力量大 给你人 想不出来 你本事高 你看看五百人 你够用了 回去 摆下酒宴 款待 刘关张 这个咱们不用再提了 哎 非指一日 数日之后 有人来报 说青州 公警太守 发文高级 哎 青州太守 公警 写过新来 高级 说黄金贼 围困 青州数日 请刘烟太守 发兵迎救 刘烟一听 好啊 发兵迎救啊 是吧 这都是朝廷命官 这得救 贤侄啊 可愿 再走一遭啊 末将冤亡 末将冤亡 这回就不要带五百兵去了 带五百兵去 主要是让人家恭敬 一看不像话 是人吗 要不然还是 你这五百人去 发兵迎救 发五百 小伟邹静 带五千兵 随同玄德 去九庆州 邹静 帅五千兵 和玄德 这五百兵 兵和一处 取救 清州 到清州 咱不用细题 到清州 玄德 用志 官张二人 两路埋伏 是大破黄金 就救了清州 解清州之围 解些清州之围 在清州 又盘缓数日 刘烟 打探德 说我恩师 卢职 咱们说了 朝廷 大将军 何晋 派三位中郎将 北中郎将 卢职 左中郎将 黄补松 右中郎将 叫朱骏 是与黄金军 开兵建战 北中郎将 卢职 在广宗 与贼手 张角 相聚 俩人 在这查上了 谁也很难 前进一步 在那对视 广宗在哪 广宗在河北 邢台 河北 邢台 不知胜败 刘烟 跟邹循说 我少年时 曾败 如之为师 今日 卢将军 与贼手 张角 相聚于广宗 也正是 秦 张角之机 我想 帅我这二弟 我前往广宗 去相助 卢职将军 也看看 有没有机会 能勤住 那张角 周景一厢 好 玄德 玄德真英雄 小刘 你也是英雄 哎 这个 确实有大志强 你跟 卢将军 也有交情 是吧 好 去 去可是去 我带这五千兵 我得带走 我带走 我回去见我们太守刘燕 因为刘燕 刘太守派咱们来青州 可没派咱们上广宗 你说你干这事有道理 你去救广宗 你去投卢职 有道理 上差下派 我顶头报死 可没让我这么干 对 所以呢 我带这五千兵出来 这五千兵是我的 鱼喷是我的 我得回去 来见太守复命 说实话 刘备要心里准备 刘燕什么人 是 是不是 刘燕什么人 他手底下什么人 五千兵带走吧 走吧 邹靖帅五千兵 就回转幽州 咱们就放下不提 刘关张三人 帅本部五百兵 还这五百人 还这五百人 就五百亲兵卫队 由青州就来至广东 广东 北中郎将卢职 以五万兵拒黄金贼 十五万 五万兵党人家十五万 说敌我相差也很悬殊 但是毕竟什么呢 毕竟黄金贼是未经训练 人家五万必定是冠军 久经沙场 训练有素 所以五万兵拒十五万 黄金贼不得取胜 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刘玄德到广宗 就见着卢职 卢职一瞅 哎呀玄德你来了 少年时十五岁游学 败于卢职的门下 到今天已经二十八岁 十来年过去了 你已经长成大小伙子 二十八笨三十的人了 这个今天也有出景 是不是聚集相拥 刘白这么一讲 我们仨人 你看这是我两个结义兄弟 关于张飞 我们聚集五百兵 我们投幽州 在幽州大兴深陷山下 我们五百破五万 我们斩了两元黄金贼的这个手将 招降数千 刘燕太守的又派我呢 去就青州 到青州解了黄金之围 到青州 我听说您在这儿 我心里放不下您 顾帅我亲兵五百人 我来帮帮您 看您啊 安前马后 有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哎呀 卢职一听 颇为感动 玄德呀 好样的 咱们俩也多少年没见了 看你到今天有了出息 我心下 我也甚是欣慰 为时我现在在广东 你看见没有贼众的营盘 看我这营盘 我以五万兵 拒贼众十五万兵 我不吃亏不落下风 啊 贼众不足为惧 黄金贼没有什么可怕的 虽然人多 没有什么大量 我这儿啊 暂时用不着你 哎 可是呢 在哪呢 在影川 我这两个同僚 左中狼将 黄补宗又中狼将 朱骏在那 与张梁张宝 这张角 这俩兄弟 地公将军 人公将军 是吧 相距于影川 影川是哪呢 现在河南省 宇州是 他们相距于影川 我这儿现在暂时用不着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你呀 帅本部兵 我再驻你一千人马 你帅一千五百兵 你冰驰影川 去驻黄浦松与朱骏 二位大人如何呀 刘备说学生领命 即可变形啊 没问题 说走就走 没问题 让我去 我就去 刘关章三人出来 点齐人马 如只给了刘备 有一千人帅 一千五百兵 从广宗市 兵池影川 咱们书不要麻烦 书说简短 在影川 黄浦松与朱骏 与黄金贼相聚 张良 张宝 黄金贼不通兵法 大热的天 与山林茂密之处 结营 找了一两块劲 太热了 不行 有点扛不住 朱骏和黄浦松 人家是将军 是吧 人家熟读兵法 对方山林茂密 处接营 黄浦松一看 得了 咱给他玩一把火吧 一点火 砰砰 这么一着 火烧连营数百里 贼众数万人 四散奔逃 各自逃命 黄浦松 朱骏 率人在后边 追赶引杀 贼众正在奔跑之际 前边又来了 这么一标人马 看着得有五千人马拦住去路 高达汉家的旗号 为首有一个人 骑在青葱马上 这人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也就是七尺出头 汉朝计量单位 一尺和现在零点二三米 七尺出头 他是一米六出头 头戴着乌金盔 身披着乌金甲 外罩着大红袍 身材魁梧 双肩威耸 往脸上看 白曲曲 一张面皮 细目长眉 海下一步短然 手持着宝剑 咱们书中暗表 高举大旗 白月光上 陡大的一个曹字 此人配国乔骏人 姓曹明操孟德 曹操帅五千兵 是赶至颖川 来追杀黄金贼 各位 这一回啊 斩黄金 英雄手力功 曹孟德出事 这才有刘关章三人 就董卓 合进吴谋 董卓进京 吕凤仙 这才要出事 孟德 我现到精彩回目是尽在 下回